9.48分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高雄市警方破获了这流性主嫌 上网诱骗十多名中错淘家少女进行性交易 而这一状况联系给记者张欣妮 所以主播高雄市警方就破获了这个卖淫集团 查获流性男子是在六月初上网刊登求职的讯息 以毒品来诱骗十多名的中错淘家少女 强逼他们到酒店坐台来卖淫 其中一名年仅13岁的少女就向警方哭诉 打格格打引卖淫的所得会跟他评分 没想到一个月接客了30多次 却一毛钱都没有拿到 相当夸张的是若是少女不听话 流性主嫌就会亮刀亮枪来恐吓他们 要对他们的家人不利 幸好警方是终于逮捕恶劣的主嫌 其中年仅15岁的未成年少女 是还坐着客人的机车 要到汽车旅馆进行性交易的时候 就被警方给逮到了 而且她是在暑假打工 把卖淫当成了打工 但是每天晚上10点之前 一定会要集团成员载她回家 这包包妈妈眼中明明就是个乖包包 但直到警方找上门 才知道宝贝女儿竟然偷偷下海 漫移难过的不敢置信 以上是现场最近提醒 将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好的谢谢心仪 来看到流性主嫌用毒品来诱骗 为整年少女进行性交易 而其中年纪最小的少女只有13岁